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魔神仔 魔神仔到底是什么来的? 魔神仔? 英灵? 不用猜猜一下 现在我们介绍今天的主角 魔神仔有称台罗 是台湾和福建一些山村 里面流传的民间传说 大部分人认为魔神仔并不属于鬼怪的类别 到底他是什么呢? 多数人认为魔神仔是属于一些山精妖怪 或者是刺眉妄梁 什么叫刺眉妄梁呢? 魔神仔很喜欢出没在一些山林、溪间 简称荒山野嶺 所以有很多人就把他归入了做刺眉妄梁 那接着来我们就会慢慢讲一下 到底魔神仔他会做什么 魔神仔是一个 就是你当他一个小朋友 他是很强烈的一些妖精 他会用尽办法去迷惑你的心智 又或者去弄鼓你 但是他弄鼓的对象 通常都是老人家 又是小孩 他会想尽办法把你引入 这些荒山野嶺的地方 让你当失怒 回不了家 都是日本传说有一定认识的观众 其实你看到这里 可能你已经觉得魔神仔 很像日本传说里面的其中一些东西 没错 他很像神人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会再做一条有关神人的影片 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一起看一下有关魔神仔的外形描述 魔神仔小粒 但是动作很敏捷 好像小朋友那样 一般民间的传闻 对于魔神仔的了解 他不会像一些鬼魂那样 是害怕太阳 他可以在干天化之下 强取民间少女 那接下来我们又看一下一些 就是关于魔神仔的案例 这个就是关于1985年1月26日 一些新闻记载 就是关于疑似魔神仔的生物 那我们再看一下近代一点 2003年4月 68岁婦人3月底遇家人 自新北市 吾山区公募掃募 在下车后两分钟失踪 家属求神扎 扎交 我不知道这个 怎样读 得到被魔神仔带走的信息 那魔神仔呢 就是魔神仔的一些花名 失踪九日后 再距离失踪现场 三公里山区 发现屍体 魔神仔一般很少会拿人命的 这个就是我看了这么多资料之后 得到的结论 但是这件案件就有一些特别 可能这个魔神仔就特别空残 是的 那看完以上这些事件 刚才我去找魔神仔 相关的资料上面 我就是一个日本的网站 发现了一些挺有趣的东西 大家一起看看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网上的一些案例 就是关于魔神仔的 那这件事就发生在2010年7月的 在阳明山捉紫湖 一个龙民设置了个陷阱去捉 弄乱自己家的田地野猪 结果呢 就捉到一只只眼是红色的怪兽 他就说 那个身影正正就是魔神仔 那根据报道呢 在恐慌中呢 那龙民呢 就把他最后是吊死了在树上面 那这篇文章又说到了 当这个林教授看到 是一本流传来的河童形象 问他魔神仔和河童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他就说 魔神仔和河童是一模一样 那考虑到这些特征之后呢 魔神仔似乎就可以被视为 是台湾河童的亚种了 好了 那和大家看完上面的资料之后呢 就是大家对魔神仔有什么看法呢 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呢 原来魔神仔就是河童 我自己本身呢 就没听过魔神仔这种的妖精 我是偶尔在一些 灵异的group 里面就看到了 那看到之后我觉得挺有趣的 可能香港人 又或者不是生活在台湾的人呢 就未必对这个 就是民间流传的妖怪传说呢 就有太多的认识 所以做了这一集影片 看完这一集之后呢 就希望大家 对魔神仔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那在这条影片的结尾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关于魔神仔的小故事啦 那最后喜欢这条影片 就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会继续做多一些 这些可能比较小人认识的妖怪啦 又或者一些都市传说的怪物解密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们在荒山野嶺 遇到小朋友 他们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魔神仔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故事开始 几年前一个晚上 我和平常一样 骑车去山上朋友家聊聊天 喝点酒 当然我一定是会在他家睡一晚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晚上自己下山会害怕 其实我老家跟朋友家离得不远 勉强能算是同一座山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当我睡醒后 骑车下山回家 我快要骑到老家门口 正要上高速时 我突然看到我一个朋友 载着他的女朋友在我旁 他问我 你要去哪里 我跟他说回家呀 怎么了 他说 你别骗我了 载了个妹子回家 正当我纳闷时 我看后视镜 发现我后面真的有人 那个人就是我前一晚 去他家聊天的朋友 但我明明是一个人下山呀 但当下其实我也没有想太多 我就问他啊 你们要去哪 结果他跟我说 你跟着我们就好了 我也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哦好啊 神奇的是 应完之后 我整个没了意识 途中过了几个红绿灯 怎么黯然无恙 左转往山上骑的 我统统不知道 直到后来 骑上我旧家附近的一个山上的社区后 我在山上最顶端的一排废墟停下来 当下我只觉得好累好累 于是我下车后 跟他们三个说 我很累想先睡一下 然后我就不管他们 直接趴在机车仪表板上睡住 后来大约早上七点多吧 明明天气很凉爽 我却是因为感觉到背部一阵异常灼热 热到受不了的那种 于是我醒来了 结果醒来发现我在山上废墟前面 然后又想到那三个朋友 我以为我被捉弄了 就很生气的打电话给他们 结果通完电话 才发现我那对夫妻朋友 早上根本没出门 山上的那个朋友 也根本没让我在下山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